五年前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 中英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2015年 英国政府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欢迎习近平访问英国 之后 两国签署了价值超过400亿英镑的贸易协定 在卡梅伦和时任财政大臣奥斯本的带领下 英国为中国资金敞开了大门 与中共政府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 2017年 流向英国的中共资金达到了200亿美元 是其在德国投资的十倍 中共投资英国的旗舰项目是辛克利角核电站 由法国电力公司建造 价值180亿英镑 中国的广和集团收购了这座核电站三分之一的股权 还被允许在另一个地点建造和运营自己的基础设施 这个项目有可能将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共 存在国家安全风险 因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特雷莎美继任英国首相后将该项目搁置审查 但最后仍被通过 去年中国广和集团因为试图窃取核技术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 除了投资外 中英贸易十年间翻了一番 而且脱欧后 英国可以更自由地 与北京达成新的贸易协定 2016年 由中共政府签头建立了注册资金500亿美元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成为世界银行 以及有美国支持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 美国官员认为 亚投行是中共势力在国际扩张的表现 并对其管理和贷款标准表示担忧 而英国是第一个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西方国家 让美国非常愤怒 再来说一带一路 各界人士已经看到 一带一路让很多贫困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 最后为了还债 只好出卖国家重要甚至关键的资源 被中共绑架 尽管质疑声不断 英国首相约翰逊仍然对一带一路很感兴趣 最近 英国又决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开放5G市场 华为已经在英国运营了20年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公司BT的主要供应商 2012年 华为与BT的关系受到调查 涉及潜在的安全隐患 而华为与中共政权的密切关系 已经不是新闻 约翰逊政府不顾美国的再三警告 今年1月决定将华为纳入英国5G网络建设 市场份额可能占到35% 目前 中共政府掩盖疫情 导致病毒全球扩散 英国成为了重灾区 约翰逊本人也感染了中共病毒 一度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出院后 约翰逊及其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 表示要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关系 4月初 中共国企中国改革控股公司 试图取得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想象科技集团的控制权 引发了英国内阁对知识产权 以及国家安全的担忧 最后将其制止 2017年 中国改革控股公司 也试图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 被美国总统川普制止 上周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说 那些帮助中共瞄准英国企业的人 将面临审查